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女生打棒球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女生就是不喜欢晒太阳 然后我觉得很特别 就特别喜欢晒太阳的一段 这些来自磊球队的女孩们 连续两年从来支援棒球队参加黑豹棋比赛 偶尔转换跑道 体验一下棒磊球的不同 也能增加生活的新鲜感 打磊球跟打棒球 其实差不多 只是距离不一样 跟投手的丢球方式也不一样 就觉得磊球比较有大高 然后棒球的小球比较 对 其实没有太大差距 磊球 为什么 因为从小就喜欢磊球 棒球是新鲜感 磊球吧 为什么 因为是文官场 我比较喜欢 互相要输一起啊 然后团体生活大家都要一起 赢是大家的输也是大家的 就是球队上面就是互相帮助的队 是一个团体 然后彼此也要跟彼此说家庭 对 美式上棒球队属于圣函性质 原本实力就不差的他们 再加上活手机的女蕾神手主阵 不仅站立更上一层 也增加了不少环境 像今年的话就是还蛮多志愿情 因为整个去年黑豹期 我们就比较很紧 所以今年就很多学弟跟学妹 都会自己想要进来 然后女蕾的话也是 就是今年女蕾的招算人数暴政 在YouTube打黑豹期 然后就跳出很多唱比赛 然后就看我们点阅率是最高 对 这个球 逢了一回 右半边右半眼熟 再往后 来不及了 哇这个判断上有点落差 这时候女王不客气了 杀上二嘞 到嘞吗 去年黑豹起第一站 一比七四转击败这个大普通 我牵手 这时候在意义会斗 他們要讓大家知道 牛子群團不是好人啊 其實搞掌是真的非常的高興啊 我們今天打扮也很不簡單 每次上一包行GO